台湾跟帛琉的旅游泡泡在今天正式出发了 台市记者路易奕跟甘儿弟也全程的随行采访 而今天是首发团 那么也是旅行社在睽谋了378天之后 终于能够组团出国 不过参加的旅客要能够如期登机 必须要通过层层关卡 整个采检是采所谓的三进三出的方式 旅行社把整团的人员带到等待区之后 要等医护人员叫号就能够领到采检单 拿到采检单之后 要到这个采检室来做鼻烟筛检 整团的人员都完成采检之后 再统一地带往休息区等待检验报告 而首发团123个人的采检结果全部都是阴性 也让指挥官陈世忠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他更亲自来到登机口送旅客上飞机 旅客要求拍照 指挥官陈世忠来者不拒 因为台博旅游泡泡首发团 机上123人PCR检验全部阴性 通通都能如其出发 心中大石放下心情有多愉悦 从眼睛都笑成了眯眯眼就知道 有没有松一口气的感情 有一点 应该是理所当然 因为都没有出国 其实不止阿丁部长旅客听到 全员阴性也是松了口气 因为想去趟博旅游真的很不容易 参加台博旅游泡泡的旅客 登机前报道要先准备三样东西 除了护照之外呢 还要有你裁剪阴性的证明 以及帛琉当地的健康声明书 帛琉泡泡要能如期登机 得在机场通过层层关卡 除了要先写好帛琉要求的 入境健康声明书 确认过去14天内 没有咳嗽等症状 领队每人都要发一张 帛琉泡泡便是贴纸 避免接触到其他民众 更重要的是 还会再给每位团员 一个专属裁剪号码 接着再把整团人 带到专属等待区 整个裁剪 踩三进三出 在医护照号之后 就能领取裁剪单 接着进去裁剪室 进行鼻炎筛检 好在裁剪过程相当快 仅需一分钟 就是一个棉花棒插进去就算了 流畅的 弄短还不错 如果你以为筛检完毕之后 关卡就结束了吗 那可没有 全团在三楼结束报道和裁剪之后 还得依规定 整团带往五楼休息室 禁止随意啪啪造 就连吃饭 建议也要和同行者一起做好 要等到阴心证明出炉拿到手 才能真正办理 行李托运过海关 准备登机 为了这些手续 所以至少得在班机起飞前 5.5个小时 做到机场报道 但有了初体验 指挥中心预计 下回速度应该能再加快 台步泡泡首发团 好在大魔王PCR检验关卡 那皆大欢喜才终于顺利踏上旅程 这也录影一干二地 桃圆报道